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2007年拍经典机 2012年上YouTube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聚焦在中共上层希望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变化 特别是到了2015年 其实到2015年之后 我们谈论中共国的故事就少了 习近平自己的所作所为 习近平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以就走成了 本来他有很好的一个期待 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是生性个性的东西 生命自己被某种东西给塑造成这样 人家说开玩笑 不开玩笑 70亿人没有两个人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被塑造 这话没错吧 对吧 你读哲学也好 读社会学也好 读心理学也好 我相信是一样 所以心理学是有问题的 心理学的问题是把每一个个体的内在的心理上的一些 正负而存在的那种现象 给他归为一种学科 所以一个心理学家可以包治百病 那是神经病 如果心理学家可以包治百病 可以治很多人的心理病的话 那就是共产共期 那就是共产共期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人家说幸福的人是一样 对呀 所以他就取得了共性 那就没事了 但问题是没有幸福他 谁说自己幸福 你的幸福的基点在哪 在你得到了你想得到 对不对 在你如何如何 而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苦海的解脱 这么讲 苦海的解脱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在我个人看来 就是在中国是等待 中国是等待 等待的原因是道德的沦丧 男女是一样 完全是一样 而且他是经过了几代人的道德的沦丧 新娘遭男方亲友闹婚 给脱的只剩袜子 意思就是裤衩没了 这就是新娘子给脱成这样 这个没什么的 这是台湾的媒体报 这个没什么的 对不对 有机会谁不下手 咱说的话到位吧 有机会谁不下手 只是自己胆大胆小而已 在如果有这种闹婚的环境 谁不去摸一把 不摸白不摸 摸了也白摸 为什么要摸 为什么不摸 这是民间 这是普通的社会 对吧 我相信很多地方和大家会看到很多故事 有人说不是哪地方都有 那当然不是哪地方都有 它代表这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些普通的人 一个之间没有利益关系 之间没有利益关系 之间没有权利关系 之间没有任何 谁日了 谁上了谁 提了谁 谁被日了 谁如何 没有这个关系 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本来是一个应该向天敬天敬地 拜天拜地拜父母 天地人嘛 向神表达一种誓约的环境 一起男人下手 这都是亲友 把新娘子扒了 废话让你新郎独享 公平吗这个 一点都不公平 它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沦丧 有人说这是家传的 这是地方的风俗 那你妈妈被扒过吗 那历史上竟是鬼 你跟着吗 历史上还竟色鬼 你跟着吗 对吧 那黄叔写的 那都是几百年前就有那故事 潘金莲 你谁愿 对不对 谁恨自己不是西门庆 那胡来嘛 你们家风俗这个 对不对 谁家风俗 说当地风俗 他奶奶都被这样过吗 所以人的可怜 真的 可怜就在于 没有任何自尊 还不懂得尊重别人 只希望自己得到 这是 那这个故事代表了一种普世的 代表是一种普世的环境 一个整体的环境 一个道德沦丧的环境 完全道德沦丧的环境 那新娘子这样 so what 新娘子也说so what what 你们这群臭男人 就这点事 什么东西 你能怎么着 老娘就这样 你试试 完了 老爷们也碎了 所以在社交媒体当中 在很多中国问题的评价当中 我个人觉得 大多是从利益的角度去分析 他看不到一个普世的价值 原因就是自己也在其中 自己也在其中 就像我们说 很多人强调民主 都是缺德的 是在那残酷的共产党环境中 自己缺德没缺过 那更邪恶的 没缺成完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很难 就是 就完了 我只能说完了 完了的意思就是 那只能老天爷收拾了 所以当人们 这是刚刚出来的一个新闻呢 朋友你可能不一定接受 另外一个新闻 一个教育局局长 包养了两个女 两个女校长 睡了这个18个学生 然后呢 又睡了103个女老师 说这个 这是教育局局长 这教育局局长 这个比皇帝还厉害 那你加起来 是挺厉害的 啊 加起来是123 123 有一个女学生怀孕了 用钱打付了 那他能打付啊 第一个他能打付 第二个他可以睡103个女老师 他可以睡103个女老师 这103个女老师能够被他睡 再加上两个校长 18个学生怎么睡的不知道 所以他 我以为就是 人说都说这男的腐败 他怎么能睡这么多 早上来醒酒 中午有陪着 晚上去狂欢 那是肉的 他贴的是这么贴的 有没有信 这不是什么太多的问题 他是因为钱的事 给牵出来 然后把这个事给兜出来了 所以钱的事不重要了 结果这个事重要了 教育系统7个人被判了 每天的行程 早上去先去单位醒酒 中午陪情人 晚上卡拉OK 在PC 你要弄清楚那是肉的 对吧 钢的铁子 那要是铁子 非常秀无可 对不对 要是钢的磨增光磨亮 不是这么回事 很多写这些帖子的人 他同样有着自己肮脏的想法 他睡不着 睡不着 他没地方醒酒去 因为喝不着酒 喝不着酒 就像我们曾经埋太过的 去卡拉OK 他哪有那本事啊 多少钱呢 对不对 开玩笑 所以从来没有改过 现在是2023年 那傅政华早都完蛋了 对不对 判死缓了 那傅政华当初端了这个 天上人间的家 他那处就干的是一样的事 你说他去端天上人间的家 在长城饭店 长城饭店13层 就是长阳分局的窝 二层是天上人间 你说他搬的天上人间呢 是搬的女孩子呢 是去找这个长阳分局的麻烦呢 那么回事了 长阳分局从长城饭店进去卖的店 两公里 官人的地方就在那 那亮马盒两边一到夏天 那叫脏 那脏可不是说吃的东西的脏 你要弄明白了 遍地都是 分局的警察进出 都得从那条街上 卖店那条街上走 所以这是社会整个国体的沦丧 不是一个人的环境 人说这个这个当棍 这个这个帖子呢 为什么跟他 这个帖子很多人看就愿意看这个 所以看的人是吃不着 很多人吃不着 当然从留言上人们会骂 就骂这个骂他 就是很正义的 我真的我也不否认这个正义 我只是说 大家能够扪心自问 我们这个环境 人们没有信仰道德之后 人人为敌 人人为灾 有几个做太太的 能够相信你自己的男人 在外面没想好的 有几个在做先生 能够相信自己的女人 在外面没有 没来远去 这是这个社会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所以已经完 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的社会 对不起啊 我个人说新闻跟别人说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强调 我强调是个人一种灵性神性的解脱 摆脱自身的臭肉 骚肉 对自己的诱惑 摆脱自己的臭肉 骚肉 对自己的诱惑 做一个正常的人 人人说这话说难听 但说好听的 最大敌人是自己 最大敌人是自己 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欲望 哲学了吧 下背 下背